在老师跳舞带动下 基隆东区福人社长张玉芳等福人社友 以及友恶里长苏秋福 一起陪同友恶里长辈们 跳健康舞互动气氛热烈 除了跳健康舞 友恶里社区志工们也搬出看家本领 现场手工制作传统的超阿贵 邀请东区福人社长张玉芳和社友们 亲手制作以及品尝 大家都赞不绝口 由于预估今年年底 基隆市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长者们的照顾越来越重要 因此基隆东区福人社特地在有二里办理活动 致赠社区共餐经费 每个里三万元分别给七肚区有二里 暖暖区定安里以及中山区的太白里三个里 丰富共餐的菜色 为长辈们补充营养 抛砖引玉 希望社会各界也一起来关心 爱心共餐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政府补助的经费 跟来用餐的民众 可能就是里内会有一些经费不足的问题 就是关于爱心共餐 或者是设备需要换新贴供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之前 我们已经有提前到 丁安里还有太白里 还有设置这边的有二里 我们都有跟里长先相谈过 然后知道爱心共餐目前遇到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经费不足或是设备需要更换 所以我们这次也就决定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有二里 然后丁安里还有太白里三个里 我们来进行捐赠我们爱心共餐的经费 每里个三万元 希望可以提供 比如说提供长枕家菜 在餐设上更加丰富 或者是可以太旧换新一些爱心共餐的厨房的设备 东区福人社的爱心 也受到三个里的里长和代表由衷感谢 非常好 非常好帮助 社会处那边也有一点 所以主要是感谢我们外面的社会团体 对我们公园祭典都有赞助 那相同的只要他们快乐 我想我们的长者一定就更幸福 因为作为是说 如果快乐和欢喜做出来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事实的 所以我们再次数感谢我们 公园祖父亲的父亲 感谢 谢谢 好 特别要我来这里代表 感谢社友们之情 也赞助我们太白社区 发展协会的共餐 这个我们很感激 活动结束后 有二里社区志工们也早已经展现手艺 准备好炒米粉以及鱼丸汤 作为参加活动社区长辈们的 午餐共餐菜色 也欢迎福人社来宾们一起用餐 而福人社也在制证每位长辈 每人一份餐盒 作为长辈们的饭后点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您先为准备 宽敲 幼ый 吉隆报导